由電視器 餐飲業者排輔到電動的身份壓力 近來紛紛尊求營養值得 各自一間高檔沒有再次一室料理餐廳 就決定手工白家的酥脂市市場 為這日期一年十天推出 每天一百元 每一元只要一塊的酥脂促銷 第一天中島一推出 馬上就造成民眾手北的一條 還是春天到春假時 民眾就算這排隊也要唱到 好吃有個伴侶的酥脂 因為三大粒頭皮的酥脂 和三塊的捲酥脂 總共加起來六塊 一般在市民上的價格大概有五十塊 但是在這次這間全門買酥脂的 賺賣店只要一塊塊可以吃得到 所以開賣這麼多三分錢 五十塊就全部賣掉了 十月份剛好有電雙掌 那我們也可以藉由這個活動 第一個可以跟全民一起抗漲 那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就是 我們有十天的時間 一天一百盒的壽司 一盒是一塊錢 原價是五十 然後一盒是一塊錢 只要你憑我們隔壁全國電子的發票 還有來電打卡成功 上傳成功都可以享受這一員的壽司 那另外我們到月底也有一個八八折 內用外帶都有八八折的一個優惠活動 然後就跟著全民一起來抗漲 十月份有錢和電錢都開賣 讓我們本行 高級日本料理路線的業者 先本也大學增加 適合上辦法增添 利用安定的空間 開設 數字 正不得 驚飛機的路線 就是希望可以讓民眾 騎到燈 作費 來對抗企業 光電費的部分大概就要兩成到三成 那相對來講 對我們店家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也想說 第一個把比較閒適的空間 再單獨出來 做一個比較平價的一個消費的方式 那讓一般的消費者可以用比較 比較接近親民的方式來做一個消費 一口的數字 和香港入市一、二十天 要分成中大學院晚上的四段推出 每天一百了 另外竟配合消費者跟店員打卡 都可以擁有爭管 會不會接的優惠 希望可以讓消費者實際的回饋 也可以和消費者站在港子的店舖 做費來對空氣的 西新新聞中的郵便王九塞 加議區蔡宏報道